第601章 预知了个寂寞 两天之后 顺着时雨留下的坐标 有无数势力来到了暗杀星域 看到了燃雪的星空 以及荒凉的暗杀星 一个个大势力的宇宙飞船 星空战舰落在暗杀星上 走下的人沉默地看着此星环境 某个挂着海盗旗的宇宙霸主军团船员 当即就落泪了 牲扣啊 连一块一级能量结晶都没留 暗杀星的能源矿脉 也都抽得一干二净 甚至这颗星球 还有几个月就要爆炸了 这蓝星一脉做的 怎么比我们宇宙海盗还绝 妈的 本来想趁早过来 看看能不能捡点垃圾 捡点粘利品 以暗杀星的富裕程度 随便落点东西 就能抵得上这次航行的花费了 是怎么做到一点东西都不剩的 谁能告诉我 资源没了 连个尸体也看不见 只有血迹 就连死人他们也没放过 暗杀星域的现状 让到来者南莫女类 这里 曾经发生过超神之战 这片星域的时间流速 到现在还与外界有些差别 这是超神大战后 规则的变动 也有超神级强者 来到了暗杀界域 他们都是 和暗杀星有仇的超神 此时看到暗杀星负面 心情复杂无比 之前向使与询问暗杀星坐标 却没得到回答的圣燕界主 看到死寂的暗杀星 看到超神死亡的痕迹 不由得一阵沉默 虽然你无视了 本界主的打赏提问 罪大恶极 但这个恩情 老子记下了 还有 看着暗杀星域的现状 只感觉一阵可怕 这应该是那个叫 十地的人族超神 和西法恩大战后的结果 霸主战斗 就能改变一片地狱的自然环境 而超神之战 甚至足以改变一片星域的规则 眼下这处星域的规则 明显就被超神之力改写 影响 也不知道多久才能恢复 暗杀星 无一人生还 很快 暗杀星的消息 就传遍宇宙海 让界王星 让宇宙海无数星球势力 知晓了蓝星 知晓了东皇一脉的可怕 界王星 随着石宇掐断直播 这边就没消停过 无数戒鱼都在期待着 等石宇查出 到底是谁想暗杀他 如果石宇要继续寻 估计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这个无聊的时代 没有人不喜欢看血流成河 而这种事情出现 也根本少不了山风点火的 爆料王再次重出江湖 表示联系暗杀星 暗杀石宇的 绝对是四圣家族 四圣家族和暗杀星 是长期合作关系 四圣家族不知道 拜托暗杀星 暗杀了多少 有超神之资的四圣进化者 四圣家族惹到蓝星一脉 完蛋了 爆料王的山风点火 再次让四圣家族震怒 你放屁 四圣家族联合献身声明 此事绝对与四圣家族无关 并且加大了 对爆料王的通缉力度 而此时 返回戒王星的战舰上 石宇等人 则在商讨着 如何对付四圣家族 请暗杀星的人 其实简单一想 石宇他们就能锁定四圣家族 何况 此次在西法恩身上 还再次得到了证实 追逐中 西法恩不断服软 称暗杀星也是迫于四圣家族压力 没有办法才接的单 只是收钱办事 大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然这话 石帝自然不听 杀手组织这种东西 在东皇王朝建立之前 建立之后 都有存在 无疑不被他连根拔起 这种活在阴影中 追逐利益的老鼠 他最看不惯了 如果四圣家族选择的是 派族内同级天才 公开挑战石宇 哪怕是 抱着杀死石宇的目的 他也会高看四圣家族一眼 算了算了 我觉得 现在不宜和四圣家族撕破脸皮 石宇到 青龙超神是超脱六 另外三个四圣 也都在超脱四之上 如果要对上 肯定会是同时对上四个 并且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盟友 我们一方 只有十弟前辈一个大佬 压力太大 就算成功 自身也会损失惨重 毕竟 玄空 东皇 东玄 天魔界狱 都在戒王星 我们攻击容易 但防守难了 我赞同 王空刚刚晋升 还需要适应超神之力 不适合立刻与这等强敌开战 五大超神点了点头 四圣家族不比暗杀星 暗杀星并非戒王星势力 灭就灭了 但四圣家族是横跨上百个界域的大实力 想灭掉他们 如果不能快速消灭的话 影响太大 十弟前辈 四圣家族的事情 就先放放吧 经此一役 他们必然也不敢搞些小动作了 实语道 其实本质上来讲 这还是我自己的事 等我变强 就算不为了这次暗杀之仇 为了我的青龙宠兽他们的晋升之路 我和四圣家族也终有一战 等我有足够实力后 我会连带这次的仇 以官方决斗行事 将四圣超神斩杀 由我自己 和四圣超神进行决断 这样可以把我方损失降到最低 十语虽然也很想立刻解决全部麻烦 但他清楚 如果和四圣家族开战 那就不是一面倒的战斗了 到时候蓝星这边 肯定也会有伤亡 如果是因为自己的事情 牵扯到无辜的人 十语不愿意看到 你觉得 你需要多久 才能有战胜他们的能力 十弟注视向十语 十语道 十年 十年之内 好 十弟道 那四圣家族便交由你自己解决 看到十语有如此决心 而非只会活在庇护下 十弟也更加欣赏 这样的后辈天才 才值得守护 十年 而听着十语和十弟的交流 五大超神一脸苦逼 只觉得离谱 开什么玩笑 四圣超神 哪个不是活了上一年的老怪物 你十年 就想猎杀他们四个 哈哈 有点意思 四圣超神这么强 暴率肯定更高 林峰在旁边哈哈笑着 空帝在其他房间冥想 没听到这么有趣的对话 真遗憾 嗯 也就你们敢想 欲知猫头鹰嘀咕 他还没出生时候 那四个老家伙 就已经是称霸界王兴一方的强者了 十余有的要努力了 话说旅行这么久 你就没欲知道 第三块许愿星传承在哪吗 宝石猫时刻关注外界 对于打打杀杀的事情不感兴趣 反正有时地在 他知晓时雨 不管怎么浪 起码都有人能兜底 哪是那么好找的 宇宙海 我们才逛了冰山一角 何况鬼知道 齐星族有没有把传承扔到更远地方 可惜我在纪元一记那段时间 并非主修预知之力 不然倒是可以辅助预知 实地道 还有一点是 他不怎么相信预知之力 嘿嘿 没关系 这个 我们占星族擅长 交给我们吧 对了 那四圣家族 花钱暗杀你这件事 是不是也暂时不公布了 猫头应问石宇 嗯 这个 也算了 先存着 石宇笑呵呵道 只要我们不先公布 就没人知道 是谁暗杀的我 是谁请的杀手 到时候 除了四圣家族 看谁不顺眼 也可以给他扣个帽子 然后名正言顺出手 派暗杀星暗杀我的 可以是四圣家族 也可以是别的事例 联合四圣家族一起的 一次性公布完了 就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 同时 也可以假装拿到了 暗杀星的交易目录 不是有不少超神势力的天才 被暗杀星暗杀吗 这下泼起脏水 感觉更容易了 你是人吗 两只猫猫呆滞的看着石宇 你特描是真没道德啊 这就想着 利用暗杀星 给人泼脏水了 没多久 石宇等人 就返回了戒王星 悬空戒雨 巨大的战舰降临于天空城上空 无数玉兽师出现 一脸振奋 通过石宇 讲解蓝星历史 东皇历史 这些玉兽师 头一次知道 自家界主如此牛逼 通过这一战 他们也是头一次知道 自家的母星如此强大 这一战 可以说是让王空 凌风嫡系一脉的玉兽师 自豪感大增 虽然这一战 只出现了石宇 五大神族超神 十地 没出现空地 凌风 但不妨碍他们跟着一起激动 都是自家人吗 此时 战舰还没落下 一股超神之威 横扫向整个悬空戒雨 强横的空间波动 让人震撼 随着天空中 一轮耀日般的超脱之园升起 一道人影 最先从战舰中而出 气魄超凡绝世 戒主 看到他的身影 不少人愣住 王空戒主 此次也跟着 一起去暗杀星了 等一下 他的身后 无数人不敢相信 下一刻 空地注视向万千城池 几乎可以让所有戒民 听到他的声音 即日起 我为超神 悬空戒雨 申请成为一级戒雨 空地化落 轰隆隆 整个悬空戒雨的天空 都有惊雷划过 无数预售师震惊地望着天空 张大嘴巴看着自家戒主 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超 超神 一个个王家子弟 呆呆地看着天空 空地之徒子兰 也不可思议地望着天空中空地的身影 怀疑自己在做梦 很快 蓝星 东黄一脉 悬空戒雨戒主 王空晋升超神的消息 传遍戒王星 这让星空万族震撼不已 突然明白了 过来是怎么回事 西法恩真的死了 他的超脱支援被抽出 被这个王空吸收 这个王空 本身就是实力派 曾有神级暗杀超神的战绩 还精通空间系 此次晋升超神 将更为可怕 等一下 这么一说 蓝星此时 一星十一超神 开什么玩笑 空地晋升超神的消息 也很快传到四圣家族 让四圣家族的四圣超神 再次沉默 有点头晕 来人 四圣超神奇奇召唤手下 下令道 拿上厚礼 前往悬空戒雨 祝贺王空戒主 晋升超神 务必消除小人的造谣影响 四圣家族 此时面对如日中天的蓝星一脉 显然也很忌惮 不想立刻就撕破脸皮 也不想蓝星一脉 立刻就和他们撕破脸皮 选择了服软的做法 试图暂时弹劾 随着时与他们的归来 不仅是四圣家族 数之不尽的势力 都借着空地晋升超神的游透 前来悬空戒雨 来送礼祝贺 希望和蓝星一脉 建立友好关系 也有的是来感谢蓝星一脉 帮助他们 负面暗杀星 而这期间 到来之人 都可以在悬空戒雨的天空 看到另外一个 犹如空中监狱一般的监狱之城 都是暗杀星一战时与他们活捉的敌人 此时在实地的力量下 他们的大部分力量都已经被抹去 控制在了神级之下 进行了镇压 等待审判 时与闲来无视 就喜欢和这里的人才聊天 他们说话都超好听的 就你叫一格呀 时与站在一个牢狱外 看着里面被锁链镇压的传送十一格 道 大 大人 饶了我吧 传送十一格求饶道 我的能力很稀有 我也是被西法安娜狗贼抓去暗杀星的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也不想助纣为虐的 饶了我 我会尽心尽力为大人做事 时与笑呵呵道 是不是你通过磁形技能 把那个杀手传送到我附近的 传送是一格一脸苦涩道 大人 是我 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个工具人 你的磁形技能现在什么级别 时与问 一格道 完美神迹 只要锁定对象在宇宙海范围内 皆可传送 但是离开这个范围就不行了 这么废 时与一愣 啊 一格愣住了 这还费 他连忙道 很好用的 只要有对方的随身物品 就可以进行定位 再暗杀星 我是最不可或缺的辅助 大人 行 时与道 你给我表演康康 如果真的效果不错 一格喜出望外 就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可替代 没人舍得杀自己 没问题大人 片刻 传送是一格在不明不白中 被时与再次揍个兵死 时与开心离开了监狱 心情舒畅 感觉自己的保命技能越来越多了 刷刷刷刷 时与走过监狱 听到一堆落笔声 那是一个个杀手 在写着自己的天赋 才能 本来这是一群死士 绝大部分就算是死 也不会背叛暗杀星 但耐不住 时间系能力太Bug 直接就给他们把终于暗杀星的记忆删去 接下来 就看从这群人身上 能压榨出来 多少有价值的技能 天赋了 时与还是很期待的 至少猫头鹰和猫猫 在暗杀星搜刮到的资源 是针锋后 足以把东皇戒狱 一个三级新戒狱 堆到比一级戒狱 还富饶的程度了 总之接下来 从蓝星过来 戒王星的帝王们 陆学姐 算是有福了 可能会比那时 刚来到戒王星的石宇 还有钱 老姐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 玄空戒狱某地 猫头鹰借带着 同样来送祝福的爆料王 我决定了 也不给石宇 加什么附加条件了 就选他做咱们 占星族的预言之子好了 我族全力辅佐他成长 哼 猫头鹰鄙视地看着对方 道 你早干什么吃去了 我就说他有潜力 你还不信 现在人家缺你辅佐吗 那个石帝 石坚系超神 四个超神石坚宠兽 图图组长一脸纠结 道 你之前也没跟我说 蓝星有如此大气韵啊 你早跟我说 蓝星是一个高级幸运星 早跟我说 蓝星一脉实力这么雄厚 我不就不纠结了吗 而且 也是怕爆料王的身份 拖累石宇啊 另外 那个石帝的能力虽强 但老姐 你别忘了 咱们的家族质保 在家族质保的辅助下 别说是超神了 就算是宇宙级的一二 我们也能占不到 你去跟石宇说说 他肯定有想知道的事情 欲知猫头鹰陷入了沉思道 好吧 现在你知道 老姐的眼光之毒辣了吧 爆料王疯狂点头 不一会儿 石宇就被猫头鹰找来 嘿嘿 石宇介主 你们这次很厉害吗 这次拜托姐姐把你找来 是想再和你谈谈合作的事情 哦 什么合作之事 石宇道 图图族常道 我们占星族中 有一个质保 可以强化预知能力 只有占星族才能使用 最高可以预知 关于宇宙级的事情 不过 动用这个质保 质保自身磨损极大 几乎每千年 才能恢复一次预知机会 这预知机会 对于占星族来说 其实用处不大 因为占星族预知自己的事情 总是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反噬 但对于外人来说 准确度极高 所以 我想让占星族和蓝星结盟 并拿三次预知机会 作为见面礼 并且 给予石宇借助预言之子的待遇 只要有需求 随时可以借助占星族 质保的力量进行预言 石宇微笑着 看着图图族长 知晓他看到蓝星一脉 这次的表现 改变了立场 行 我正好有几件事想预知 图图族长你姑测一下 能不能办到 什么 石宇道 我想知道 晋升宇宙级的准确方法 这个连石宇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占星族 有没有办法知晓 图图族长耳朵一抽 道 啊这 这个 理论上来说 可以做到 但并非一次性预知道 什么意思 石宇道 图图族长道 也曾有一位超神强者 来找我寻求 晋升宇宙级之法 但是很可惜 预知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 只是指引对方 继续留在界王心 或许未来有一线希望 他本以为 可以靠询问界王大人得知 待他等待好久 终于等到界王大人苏醒一次后 但却因为界王大人是星球生命 晋升宇宙级的方法 和其他生命并不相同 没有得到结果 然后 就断在这里了 石宇陷入了沉思 道 那我也试试 图图族长道 可以 不过 我需要回家族后 才能给予答案 还有其他 想要预知的吗 嘿嘿 不过石宇介主果然野心不小 竟然也在给予那宇宙王座 石宇笑道 除此之外 我还想知道 齐心族剩下的五个传承都在哪 应该没问题吧 本来你们不是说 也要辅助尹老师 找到传承物的吗 这个没问题 不过和之前的预言一样 都需要时间 前者涉及到了宇宙级 而后者 预知的范围 可能超出了宇宙海 而是整个宇宙 也需要时间 这样 那就先这两个问题吧 石宇和图图族长交流完毕 对方立刻告辞 返回家族 帮石宇预言 弟弟走后 预知猫头鹰笑着看着石宇道 石宇 我猜你接下来会在这边 休养生息一年 不会出去浪了 对不对 石宇翻了个白眼道 猫头鹰老师 不要预言这种没营养的事情啊 你倒是不如多占卜占卜 蓝星上 还有没有类似 实地进入的纪元遗迹 知道了知道了 预知猫头鹰感觉无聊 接下来没过几天 蓝星世界赛前八强 终于被接到了界王星 刚刚进入这边 东皇五个御寿师 就各自找到了去处 争取迎战下一届的风神战 是的 前八强 一共有五个是东皇的御寿师 除了三大帝王和陆青一 霸海传奇也成功进入八强 神话复苏后 他那疑似有着一重传承的掌握 无限吞噬的巨鲲 进化速度大幅度提升 来到界王星后 立刻被拥有进化天赋的 凌峰拉了过去当助手 而陆青一 则进入了暗杀监狱 担任起监狱长 在空地的宠兽配合下 掌控监狱 至于五帝 女帝 龙帝 则被五大神族极力要求 由他们投资三大帝王 五大神族也终于意识到了蓝星人族的潜力 错过了空地 凌峰 时宇的他们 这次选择盯上了三大帝王 打算无论怎么样 也争取 让他们未来第十只宠兽 在五大神族中选择 不得不说 其实这样还很不错 毕竟目前十地 空地 凌峰也没空 无暇照顾他们 拥有凤凰血脉的女帝 在凤凰族能得到的培育 比自己乱折腾强多了 而龙帝显然也在龙族那边 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至于五帝 天使族和恶魔族 则同时看中了五帝那出色的合体天赋 众所周知 类人生物和人类合体 效果最佳 但怎奈 五帝对屌人和恶魔没兴趣 倒是对蓝星灭绝的麒麟族 有点兴趣 这让平时受尽了委屈的麒麟族 感动不已 睡觉 自蓝星一脉灭掉暗杀星后 悬空介玉每天热闹了数十倍 而石鱼也在热闹的背景下 重新选择了安静的苦修 突破神级后就开始乱折腾 现在什么资源也不缺了 也有大佬罩着 石鱼终于可以安心加班加点了 不过 还不等石鱼静下来多久 预知猫头鹰就火急火燎的来找石鱼 石鱼 石鱼 预知结果出来了 什么 石鱼望着猫头鹰道 是哪个 猫头鹰道 宇宙级那个 这其实 还是占星族 第一次预知 人族怎么突破宇宙级 并得到明确答案 上次找占星族 来预知的 不是人族 而是星空生命 我弟弟 给你和你的初始宠兽十一 各自进行了预知 十一想自身突破宇宙级 需要什么条件 石鱼问 猫头鹰道 预知道的结果是 宇宙霸主军团 蛤 石鱼一愣 道 什么意思 猫头鹰道 就是这么多了 石鱼如果真的 能突破宇宙级 那么契机 就在宇宙霸主军团 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从属之不尽的 不可能中 寻求一丝丝丝丝丝可能 根本不会有什么 明确的指向 只能自己寻找 石鱼 你们这 预知的寂寞啊 难道我还要去加入 宇宙霸主军团 猫头鹰 宇宙级 这可是宇宙级 石鱼无奈道 行吧 那么 我自身突破宇宙级的契机呢 如果是我突破到宇宙级 成为宇宙级预寿师 那么理论上 应该和超神预寿师一样 可以随便把某个超神宠兽 强化到宇宙级吧 你突破宇宙级的方法 真的很明确 预知猫头鹰道 连我弟弟都说了 没想到会是这么清晰的方法 总的来说 就是人族之外的其他生命 晋升宇宙级的方法 还不明确 但人族的 或者说你的 很明确 什么 预知结果是 只要你能契约一只宇宙级生命 那么你就是宇宙级预寿师了 时宇 时宇一脸黑线 感觉战兴族在乱放屁 我有点不想 跟战兴族合作了怎么办 猫头鹰老师 怎么感觉战兴族 跟帝都大学未觉醒时候的 你一样不靠谱啊 这不是废话吗 我培养出了宇宙级宠兽 那我肯定是宇宙级预寿师了呀 嗨嗨嗨嗨 猫头鹰道 你等等 不是那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需要在超神级 让自己突破到宇宙级 而非自己培养出 毕竟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培育出宇宙级 大概是 等你到了超神巅峰 你如果能把戒王 兽王 暗王 虫族女王 宇宙霸主其中一个宇宙级大佬 月级契约成功 那么你就能突破生命层次 从超神达到宇宙级了 当然 好像依然有点不靠谱哈 第602章 全员武器大师 再见 时宇选择了的猫头鹰说拜拜 没有这么坑的 怎么想 那五个坐在宇宙王座上的家伙 也不可能被人契约 指望契约他们 还不如指望自己培育出宇宙级 等等 猫头鹰道 对了对了 好像不止这五个选择 嗯 据说 宇宙中还有一位可能存在 但也可能不存在的第六位宇宙级 我们占星族知晓 这个第六个宇宙级 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 也有很大可能 你的契约对象是他 毕竟他的存在痕迹 已经遗失在了宇宙历史中 你作为考古学家 肯定会去探索他的痕迹对吧 说不定就因此结缘了 时宇看向了猫头鹰道 你这次推理的 倒是像那么一丝丝回事 我的确有过寻找他的念头 嘿嘿 猫头鹰得意 可还是不靠谱 你也指引我们 去宇宙霸主军团了 我是不是还有机会 契约宇宙霸主啊 你确定 我不会被打死 猫头鹰苦着脸道 妈妈 预知这种东西 能预知到这种地步 已经很了不起了 要知道 你才刚进入神级 距离超神都有一段距离 现在方向清晰了一点 总是好事 时宇道 好吧 那接下来 就是让我多和宇宙霸主军团 走动走动 然后探索第六个宇宙级是谁 对呗 猫头鹰点着头 没错没错 慢着 你说我有没有可能 之后见到界王大人 然后询问到 星球晋升宇宙级的方法 时宇道 星球生命 的确和其他生命晋升方法不同 但我也有小子 然后 小子突破 我借助他的力量 自身达到宇宙级 是不是也有可能 欲知猫头鹰一愣 呃 界王大人不是时时刻刻 都苏醒的 睡个几十万年上百万年 有什么时候 都是家常便饭 你要等他 鬼知道要等多久 除非是界王星遭遇危机 其他四位宇宙级有所动向 离开自己的地盘 否则界王基本不管是 就算苏醒了 也只有达到超神巅峰 也就是超脱时 才有机会 资格见到他 嗯 曾经向占星族 寻求宇宙级晋升方法的家伙 后来便成为了一位巅峰超神 如今 是界王麾下 三大巅峰超神之一 另外 其实我不建议你 直接跟宇宙级询问 突破宇宙级的方法 自己隐秘地探索 就好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一个宇宙 最多只能容纳五个宇宙级 一个新的宇宙级诞生 必然代表另外一个宇宙级死亡 到时候 该怎么办 就像四圣超神 不允许有超神潜力的四圣进化者 挑战他们的位置一样 五个宇宙级 说不定也不允许有人挑战他们的位置 你又不是界王星的嫡系 界王大人凭什么告诉你 去找其他宇宙级问 那就更不靠谱了 你听说过没 有过这样一个传闻 第六个宇宙级之所以消失 可能就是因为 宇宙中只能存在五个宇宙级 它的存在不被允许 然后被谁抹去 时宇陷入了沉思 只感觉麻烦万分 我知道了 时宇点了点头道 那快点帮忙尹老师 预知许愿新传承啊 我趁着这段时间闭关修炼一下 等咱们两边都完事后 就去真正意义的星空旅游一趟 我也要顺便去找夏蛙神 话说 会不会它就是第六个宇宙级 猫头鹰 你怎么光想美事 抱大腿抱上瘾了是吧 时宇笑着挠头道 我也觉得不靠谱 它是个超神我就满足了 毕竟 如果它是宇宙级的话 自己培育出超神人族轻轻松松 根本不需要拜托蓝星 哼哼 一只猫头鹰道 等那只猫 获得全部奇心族传承 说不定有它的辅助 可以更清晰地预知到宇宙级真相 到时候 也就不用自己乱猜了 也对 先这样吧 时宇把猫头鹰送了走 也没继续闭关 而是走出了房间 等待起另一位贵客 算算时间 他也快来了 果然没过多久 时宇就等到了一艘 标有宇宙霸主标识的战舰 向着此城降落 此剑特战队 此时 看到宇宙霸主军团 时宇心中复杂 时宇突破宇宙级的契机 在这里 难道和猫头鹰说的一样 要他们把宇宙霸主干翻 时宇才能晋升 可那样 他为什么不去打暗王 虫王 兽王 戒王呢 这四个宇宙帝王 据说不是比宇宙霸主弱吗 如果一定要挑战一个宇宙级 那时宇肯定会选择暗王 而非宇宙霸主 毕竟有素素 当然 到了那个级别 进化心灵还能不能克制对方 就不一定了 环保协会的会长 也是进化心灵 更有超神父会长辅助 别说是暗王了 连暗王麾下的巅峰超神都杀不死 后面想要跃及 不太现实 时宇借主 恭喜恭喜 子剑队长到来 看到时宇的第一面 就笑着恭喜道 这下子 你们蓝星一脉 威名已经响彻宇宙海了 厉害厉害 虚名罢了 蓝星一脉看起来超神多 但整体实力 和真正的顶级实力差远了 时宇也微笑道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接下来 咱们可以多多走动呀 和宇宙霸主军团打好关系 也能购买到一些 借王星 与宙海之外的资源 好说 子剑队长道 这次过来 欠你的超神石 还有你要的星球资源 以及你要的宇宙星图 我都给你带来了 交易愉快 时宇欣喜道 没想到子剑队长这么麻烈 借王星这边 只有关于宇宙海的星图 想弄到其他四个宇宙级的 势力的星图并不容易 真想弄到 还是得靠宇宙霸主军团 虽然子剑带来的这份 也不是非常全面 但相比时宇能弄到的 已经好了太多 对日后他出行 可以起到很大帮助 至于星球资源 自然是时宇向宇宙霸主军团 购买了许多星球 他之前答应了重授 给他们每一个 都准备一份星辰武器 这一次 算是完成承诺了 一共12个 未御御出生命的终极星球 各个都是极品 练化后 时宇他们的战斗力 应该可以大增 时宇购买这批资源 花费不小 不过现在他也有钱了 洗劫暗杀新分道的资源 足够支撑时宇 买下12颗终极死心 何况还有一部分 子剑希望以修炼果实之父 交易愉快 子剑队长也道 时宇 交易完成后 子剑道 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下石地 时宇一愣道 这个可能有点困难 石地前辈回来后 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也找不到他了 当然 这话是假的 石地回来后 就选择了再次闭关 表示谁也不见 拒绝一切拜访者 啊 子剑一正 道 那石地回来之后 你如果见到他 帮忙提一下 你找石地前辈有事吗 时宇问 你的考古技巧 是不是那位石地传授的 子剑对长笑着询问道 呃 有一半算是吧 时宇道 我没有判断错 精通时间系的超神强者 必然也是一位厉害的考古学家 其实是这样 再过不久 我可能要回总部那边一趟 子剑道 你不是刚刚被委派到与周海吗 石宇差异道 这才多久 就要回去 还不够赶路的时间 子剑队长耸尖道 我也没办法 那边发现了一个极为特殊 且重要的机缘遗迹 总部已经开始召集 暂时没有重要任务的考古学家 回去探索了 这个遗迹不一般 我没把握 所以想多找点外援 一起回去探索 当然肯定会寄予报仇 石宇微微一笑道 石帝前辈应该看不上一般的报仇 不过到底是什么遗迹 竟然让子剑队长都甘拜下风 子剑看向了石宇道 上上的宇宙机缘的遗迹 子剑话落 石宇一愣 上上的宇宙机缘的遗迹 机缘遗迹 一般都是指上个宇宙机缘的遗迹 也就是石宇前世 所在的机缘 地球所在的机缘 而上上的宇宙机缘的遗迹 还残留到这个机缘的 说实话非常少非常少了 怪不得子剑说自己也没多少把握 这时间间隔 要更加久远 你找石帝前辈 不如找我 石宇道 他对考古没兴趣 子剑队长喝了一声道 你的能力 我信得过 倒是信得过 但你敢跟我走吗 怕不是还没出界王星 我的剑队就被王空戒主拦下 就被你们拦星的超神拦下 石宇黑黑一笑道 那倒也是 不过如果有机会 说不定能够合作 毕竟我也不一定会一直在界王星待着 子剑想到了石宇跟自己要的星途 明白了石宇肯定还有其他计划 既然石帝不在 那就算了 我接下来去拜访王空戒主好了 他将紫发晚到头后 转身道 如果你有朝一日 真的去了宇宙霸主军团的地盘 并且 我还在那边 你可以来找我 没问题 石宇道 对了 拜访空帝前辈 多带些好酒啊 他喜欢喝酒 子剑队长 知道了 石宇是个逆行者 五帝 女帝 龙帝 陆青衣等人都来界王星历练了 石宇却收拾了起来 打算回蓝星去苦修 原因很简单 在这边让宠兽们炼化星辰 太引人注目 不如去蓝星所在偏僻星系 并且 如果要加点的话 参宝宝荒废已久的世界之力 终于有用场了 白嫖蓝星的力量 不比在界王星这边香吗 白嫖蓝星之力 配合四圣遗迹之力 再加上石宇如今剩下的资源 他打算来拨大冲刺 如果顺利 用不了多久 他应该就能把全员强化到顶级神 乃至完美神 接下来 收拾好后 石宇直接返回了蓝星 并留下了一堆资源 交给银老师 让他打理东皇剑语 你怎么又回来了 此时 蓝星这边 世界术和蓝星意志 也都知晓了 自己在宇宙海出名了 这一切 自然都多亏了石宇树敌 不然蓝星一脉 还没机会大发神威呢 上次石宇回来 是为了避避风头 这次又是为了什么 世界术怀疑 石宇又惹事了 可 那是什么眼神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闭关苦休 石宇到 世界术阿姨 咱妈呢 赶快给我拿点尾 超脱支援 还剩下55个对吧 先给我35个好了 王空前辈那份 我也拿走了 和他已经说好了 世界术 你要这么多这个干嘛 他茫然 石宇这小子 不是还没超神级吗 嘿嘿 自然有用 提升实力用 石宇到 快快快 知 知道了 石宇要 那就给石宇好了 我给你拿就行了 世界疏忽了口气 将储存在蓝星内部的 尾超脱支援 取出了一部分 都交给了石宇 35份尾超脱支援 都能让资质好点 境界低点的超神 突破一至二次了 也不知道石宇要来有什么用 走了 石宇拿走尾超脱支援 立刻离开 自然是第一时间 跑去强化石宇兽 石宇回来了老家 冰原 进入了自己在冰龙雪山 开辟的修炼秘境 召唤出了全部宠兽 在分配修炼任务之前 石宇先在他们的注视下 一一把超脱支援 用于给石宇兽强化 之前 融合了一份尾超脱支援 有四圣装备全面武装的石宇兽 就已经拥有了准计原神的战力 而现在 在蓝星的馈赠下 他的肉体力量 再次得到了恐怖的提升 当石宇融合三分之一数量 伪超脱支援时 就已经感觉石宇兽的肉体力量 再次发生了质变 体内仿佛有神魔在咆哮 他被石宇操控下 同若星辰 身躯仿佛可以支撑起天地 蕴含矿石神力 不错 石宇兽握了握拳套 根据我的判断 此时石宇兽 在四圣信仰之力的加持 在精神分身不散的情况下 应该有能和 较弱超神抗衡的本领了 领道 很好 石宇也非常满意 只感觉这样伪超脱支援 才不算浪费 他继续强化融合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石宇兽身上 都已经弥漫着 朦胧的耀日之光 肉体力量 在消耗全部伪超脱支援后 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 此时 每一个宠兽都吃惊地看着石宇兽 只是看着他 靠近他 都能感觉一股巨大的超神威压 这种感觉 和他们面对其他超神强者 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盈盈盈 石宇面色凝重 只感觉自己这下子 更打不过石宇兽了 可恶 或许 此时借助石宇兽 就算快速击败蓝星五大超神之一 也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情了 领道 可惜 缺少强力的攻防手段 石宇道 如果重重 赤铜 他们达到完美神的等级 把信仰神迹全部修炼到完美级 再借助四胜一技 石宇兽应该能有媲美超四的实力了吧 超脱一至三 超脱四至六 超脱七至九 超脱十 分别代表了超脱四的大阶段 每个小阶段的差距 或许还能逾越 但大阶段之间 就比较难以跨越了 这也是石地能压着超神杀手打的原因 除了时间技很强 也跟他等级更高有关 石宇估计 现在石宇兽的极限 借助四胜宠兽 和四胜一技的力量 应该是超二超三 这个实力 欺负下蓝星五大超神可以 抗衡下超神杀手西法恩 也不是不行 但是距离十地 距离四胜超神 显然还有一点差距 还不够 不过 还能提升 嗯 领道 所以还需要完成更多强化 哦 石宇疲惫道 哎 精神分身控制石宇兽 我怎么也好嘞 靠 他力量越强 对分身的负担也越大了 先这样吧 我也得提升下精神力了 凌 接下来你带着大家去星空中找个安静的地方 炼化星辰武器去 我要先睡一个月 等你们都炼化完 我也醒了后 我们再进行加点 好 石宇说完 大家立刻摩拳擦掌 接过自己的星石 十分期待 早就想要星辰武器很久了 冲冲 齐 你们已经有武器了 有其他事情拜托你们 冲冲 你借助四胜一技 配合春之规则 照顾餐宝宝种植的修炼果实 齐 你有已经炼化星辰的经验 去帮帮十一他们吧 让他们少走点弯路 石宇说完 重重震惊 自己怎么变成园丁了 不过算了 借助四胜一技 使用创世神力 也是一种修炼 啊 不用我待在身边吗 这样一来 你的身边就只有 其担心 石宇再次遭遇暗杀什么的 没事的 有重重在 有石宇兽在 石宇已经把雌星技能 交给了唯一能学会这招的重重 这招虽然叫雌星 但跟雷电系没什么关系 是空间系 精神系双系的技能 它的到来 又一次加强了石宇的逃跑能力 不过可惜 之前复制的宇宙之洞 依然是哪个宠兽都没学习条件 这让石宇很沉默 是不是应该找个宇宙巨兽契约 不然技能就浪费了 好吧 祈祷 去吧去吧 石宇看到一群宠兽 还眼巴巴盯着自己 笑着轰走他们 哦 接下来 众多宠兽 开始按照石宇吩咐的 各自行动 石宇也进入了沉睡状态 虽然此时空间 时间天赋 还没到十级 但石宇 这次选择了修炼玉兽空间 希望能借助两块冥想之玉 和神级修炼果实 快速把玉兽等级 提升到神级七重天 到时候 体质会再次发生质变 给宠兽加点起来 也能更容易一些 还有 能减轻下操控石宇兽的负担 石宇兽发呆 重重种田 石宇本体睡觉 组成了勤劳的画卷 而星空中 石宇他们 也各自忙碌起来 这又是大家一起比赛 同时做一件事 每一只宠兽 都希望自己炼化出来的 星辰武器最厉害 哦 其中 石宇拿到了一颗金 木双系极品星辰 他站在星辰上 自然希望把其炼化成竹子形状 到时候 竹子既能配合他的 斗战神体当武器 蕴含一心神力 还能用来当食物 补品 药品吃 美滋滋 当然 每一只宠兽的炼化武器思路 都是有所不同的 有的选择了强化自身 有的选择了茶漏补缺 像餐宝宝 就离谱地 决定炼化一个大顶 他拿到了一颗烛火覆木的星辰 他打算 炼化一个顶 用于辅助自己 研究烹饪各种食物 乃至炼丹 在植物协会 也有一批拿植物炼丹的修饰 餐宝宝打算学习下它们 让自己的路子更宽一些 一 餐宝宝 准备将其命名为 餐 天地顶 另外一边 赤童则拿到了一颗金 火双系极品星辰 本来石雨 是想准备一颗新生恒星 给赤童来炼化的 不过考虑到赤童的火系力量 已经很强 但缺少精细力量来中和 便选择了精细星辰 赤童这边 自然是要炼化一把锐金之剑 来配合自己 作为英灵的虚幻 一须一识 双剑合璧 至于素素 则是拿到了一颗 被宇宙灾害冷剂 侵蚀过的冰雪之星 这颗星辰的时间都被冻结了 石雨打算看看 日后能不能配合技能推演 天霜寒气 让素素学会灾害剂冷剂 素素决定 把星辰炼化成王冠的模样 让自己变成星空史莱姆王 领 则是拿到了和其一样的空间星辰 用于强化战舰的空间能力 打算把其炼化为特殊装置 加载到战舰上 石雨其实想要一颗幸运星 来强化领的气韵的 但可惜宇宙霸主军团 也找不到时间 幸运等星辰 石雨只能先让领练化 一个空间星辰先凑合 等日后 找到幸运星 再进行替换 小子这边 最为振奋 学会了炼星技能 代表他终于可以掌握 不影响自身太多的攻击手段 他得到的星辰 也是空间系 空间系星辰 已经是正常情况下 能找到的最好一档星辰 没有遇到更好的钱 石雨只能先让他们凑合凑合了 小子想炼化的武器 是星环 二队中 小鸡 鸭鸭 矮角猫 龟龟 小兵他们 也是个显神通 拿着自己的星辰 炼化了巨剑 扶摸橱等 自己喜欢的武器 就这样 石雨一睡 一个月便过去了 这一觉 冥想之欲的消耗速度特别快 两块直接被干费 当然 石雨现在也不缺这个东西了 虽然昂贵 但已现在蓝星的身家 他随便买 此时 他也顺利突破到了神级七重天 而宠兽们 也都一一完成了星辰的炼化 此刻已经都进入了适应 熟练新武器的阶段 而接下来 自然就是加点了 此时达到神级后期的石雨 目前能加点的神级 有风之掌控这样的普通神级 也有光之掌控这样的高级神级 但可惜 顶级神级还是不能加点 估计是石雨自身等级还不够 需要等神级巅峰再尝试一下 不过有的加就行 待宠兽们回来后 石雨直接就选择了当前理论上 最应该提升的几个神级 进行起加点 作为上界第一 蚕宝宝自然享有了最先加点的待遇 蚕宝宝的世界之恩 修炼果实 都是越先加点 好处越多的典型 四个月后 界王星 东皇介于父介主 穿着正装的宝石猫娘 欣喜接待着猫头鹰 不复所望 猫头鹰道 终于结束了 辛苦了辛苦了 宝石猫娘期待道 怎么样怎么样 猫头鹰道 剩下的五个许愿星传承 都不在宇宙海范围内了 四个在宇宙霸主的领地范围 一个在暗王的领地范围 要是想找 可能得出趟远门了 啊 宝石猫一脸苦涩 那是真的远 它自己是万万不敢的 也不知道石雨苦修得怎么样了 这都五个月了 可以吊打超神级了吗 如果可以了 那倒是可以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宝石猫显然非常信任石雨 非常信任 它那不科学的突破速度 我去找石雨问问看 它也好像一直想出去找蛙神 找地球遗迹呢 宝石猫道 如果不是等 你们对许愿星的预言 它肯定就一边旅行 一边苦修了 石雨主要是想尝试尝试 借助石雨兽自己 能不能不用凑五个超神 打开蛙神所说的地球遗迹 等一下 猫头鹰道 你别乱引诱它 我之前预言它会苦修一年 才会出去浪 这才五个月 差几个月就预言成功了 宝石猫道 今天我就要坏你修行 可恶 你个坏猫 等一下 我也去 这五个许愿星位置 其实都是它借助家族 至宝预言的 抢了弟弟的活 主要是 如果都预测成功 是一大笔经验 猫头鹰不想错过 第603章 前往污染之地 蓝星 蔚蓝的天空中 两道身影急速飞行着 正式来寻找石雨的宝石猫营 猫头鹰图纳 两位卧龙凤雏 它们没过多久 就来到了冰原 发现了正在堆着雪人的石雨 宝石猫 欲知猫头鹰 它真的有认真修炼吗 欲知猫头鹰道 宝石猫娘也一脸沉默 双方快速落了下去 而此时 堆完雪人 又一拳杂烂它的石雨 也发现了宝石猫 它们的到来 你在干什么 一降临 宝石猫就忍不住问 这就是石雨说的 回来苦修啊 隔壁冰原平城 幼儿园的小朋友 都没它这么无聊 哦 银老师 图纳老师 石雨呼出一口冷气 看向了他们 准确来说 是在修心养性 让心灵融入自然 你要是这堆雪人 不一拳把它砸烂 我们就信了 怎么了 看你们的样子 是齐心族的传承物 在哪已经预知的 差不多了吧 石雨问 它穿着白衣 又在风雪中 打起养生太极 让两只猫猫一脸黑线 怪 太怪了 这才不到半年 石雨咋着德行了 是受啥刺激了吗 没得错 宝石猫道 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能不能吊打超神级呢 什么时候 一起出发去旅行呀 石雨道 差不多了 猫头鹰 你们俩都有问题 一个敢问 一个还真敢打 不愧是你 怪不得在偷懒 原来是已经修炼得差不多了 猫猫欣喜 可以 这下跟石雨一起去 起码安全有保证了 我真的在修心 石雨忍不住道 必须修啊 因为她心态在这几个月 连续崩盘 如果不赶快休闲下 绝对会影响状态 本来石雨这几个月 加点加得非常顺利 就说参宝宝的世界知恩神迹 从入门 家到熟练 又到精通 完美 直至完美 加四期 参宝宝的成长等级 那是嗖嗖嗖提升 很快就达到了完美神的地步 就在石雨期待着 能点出一个出神入化级神迹 加点出一个寄元神石 玩犊子了 完美到出神入化的这一点 直接卡壳 加点成功率归零 就仿佛 参宝宝距离寄元神 有一个瓶颈一般 而这个瓶颈 不是靠普通加点能打破的了 这是石雨心态威崩的开始 接下来 石雨在参宝宝身上 换了个技能 修炼果实实验 依然卡在 完美加四期 无奈的石雨 不得不换了个宠兽 加点七领的祝福之风 机械之灵 结果还是那个结果 卡在寄元神前一档 无法突破 这让石雨很郁闷 这四个神迹 拉到完美极致 就差不多是 石雨这四个月的 全部收获了 至于其他宠兽 还没来得及提升 不过 虽然参宝宝 领神力等级 达到了完美神级 但是参宝宝 合领的常态战斗力 在完美神中 倒不算多强 因为给他们升级的神迹 都是偏辅助的 参宝宝的世界之恩 是能白嫖世界之力的技能 到了如今完美级圆满后 这个技能 也已经不是废计了 就算石雨他们此时到其他星球 也可以强行掠夺世界之力 终于不用再逮着 蓝星一个薅羊毛 如果接下来进行星空旅行 这个世界之力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补充能源的技能 宇宙中就星球多 随便停一下 进个星球 参宝宝就能掠夺 大量世界之力 进行补给 第二个 修炼果实 这个显然 也对提升参宝宝战斗力 没什么帮助 倒是对全体队员的修炼 有所帮助 多亏了参宝宝的完美修炼果实 石雨的时间 空间天赋 终于也跟上了自身等级了 达到了十级 在之后 石雨就开始想了 是不是普通神技 无法提升到出神入化 就跟准神技最高 只是完美级一样 于是他开始强化领的 气韵之风 这个高级神技 希望自己运气能好点 结果 祝福之风加满后 也是一样 无法突破 到了这时 石雨意识到了 想把宠兽培育到寄元神 可能除了技能等级 还差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 石雨也没再埋头苦加了 而是选择了去世戒术那里 拜托他帮忙唤醒蓝星 想问问这个古老的存在 最终 得到了一个答案 意志等级 蓝星意志称 当初的祖龙他们 便是完美神之上 几元神之下 这些巅峰神灵 在入侵战争 与超神入侵者交战时 进入过一种玄妙的状态 爆发出了更强的力量 这种玄妙的状态 就跟掌握霸主意志的宠兽 月季爆发一样 不过要比那个更强 可以称之为霸主意志的升华 蓝星的巅峰神灵们 管这个称之为超神之星 也可以叫超神意志 这个 是蓝星的完美神们 能抗衡三大超神入侵者的 关键能力 这下子 石雨逐渐明白 就跟霸主意志 决定了当初超阶技能 准神技的加点难度一样 想达到初神入化神技 也可能需要更高的意志等级 来相互配合 只有掌握了超神意志 才能修成出神入化神技 从而成为纪元神 而想修成超神意志 就得以神级境界 怀着某种决心 去越级挑战超神 并非是 纪元神能够越级战超神 而是只有有那个实力 决心以神级战超神并活下来 才能成为纪元神 脸白的爆出超脱之源 直接晋升超神 脸黑的磨练出超神之星 等级达标后 晋升纪元神 想清楚了这一点后 加点反而又不是 十语主要追求的了 现在有十语兽在 他不缺高端战力 如何给宠兽们 培养出超神之星 超神意志 才是十语如今最需要想的 他尝试拿十语兽 作为超神级陪练对象 让十一他们挑战 可是 效果根本不佳 十语兽虽然有超神战力 但是却是各种元素堆积而起的 另外对上十语兽 十一他们 也无法产生什么 不得不赢的决心 根本不符合 诞生超神意志的条件 换句话来说 十语兽不是敌人 无法给予十一他们 影响心灵的压迫 跟当初蓝星遭遇入侵 神话种族接连灭族的 超神压迫比 根本比不了 受限制于这点 十语也不急着提升 十一他们的实力了 开始先加点起 功能性的神技 气韵之风之后 便是机械之灵 这个技能 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十语他们之后 在星空航行的速度 安全性 可以说是非常有必要提升的技能 配合祝福之风 现在 零可能是戒王星中 配置名列前猫的星空战舰了 甚至宇宙霸主军团 都不一定能找出几个 比领配置更好的宇宙战舰 而十语提前做这些准备 无疑是在等待宝石猫找上门来 他打算带着宝石猫 一起去宇宙星空旅游旅游 看看有没有帮助十一他们 突破意志的方法 另外 进行星空旅游 其实也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修炼 因为餐宝宝掌握了 练星家完美圆满的世界之恩 他已经提前白嫖了许多蓝星之力 储存在天地顶中 配合四圣一计 已经足够十语 在外用好久 用数年 另外 星际航行中 绝大多数时间 都是无意义的飞行时间 这个时间 用睡觉来度过 最适合不过 这也是紫剑队长 那么喜欢修炼果实的原因 睡觉无意浪费时间 但如果睡觉也能高效修炼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剩下的五个传承 都在哪 十语问 四个在宇宙霸主的地盘 一个在暗王的地盘 宝石猫取出一个星图 交给十语道 宇宙霸主军团 不愧是全宇宙财富沉淀的地方 竟然有四个在那边 感觉不太好拿 而暗王这边 感觉也很危险 不过还好 从星际位置来看 距离宇宙海不太远 不用深入对方的领地 十语看了看星图道 眼前一亮 真不错 什么不错 宝石猫一愣 十语道 当然是许愿星的位置 这个在污染之地范围内的许愿星 距离和蛙神留下的星图 标注的那个纪元遗迹位置 非常近 真的吗 宝石猫道 顺路 十语点了点头道 顺路 而且 暗王的地盘 十语眼神绿油油的 让一只猫头鹰打了个哆嗦 你想干嘛 猫头鹰问 十语笑黑黑道 没事没事 其实是 暗王的地盘 是十语觉得 是锻炼宠兽意志最好的地方了 像素素 便有着进化污染之地的决心 如果让他跟一个 超神级深渊族PK一下 说不定就能锻炼出超神之心呢 相比其他宠兽 素素这边 只要找对方法 是十语觉得 最有可能最先培养出 超神意志的宠兽了 事不宜迟 准备一下 过两天就出发 十语道 嗯 猫头鹰老师也去 去 猫头鹰道 你不怕 猫头鹰一脸黑线 我怕什么 十语惊奇 差点忘了 猫头鹰老师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猫头鹰老师了 觉醒了前世纪的他 已经还原成为了那个战兴族的天才少女 是敢独自前往宇宙海边陲之地 蓝星寻找超脱支援的大佬 去污染之地的话 从蓝星出发 好像更近一点 蓝星的地理位置 位于一重母巢 污染之地 据受宇宙帝国 宇宙海四方交汇之处 除了远离宇宙霸主军团总部 通往另外三的地方 都比从戒王星直接出发要更近 当然 这也可能是 当初蓝星那么惨 接连遭遇三大势力入侵的原因 我们 要从蓝星出发吗 宝石猫道 嗯 就从蓝星出发 不过出发之前 我要去跟空地前辈 以及蓝星母神说一下 十语道 不然咱们直接走 他们找不到 我们该着急了 好 那我先去准备 东皇戒狱 我仍给神渊前辈打理了 他现在也去接王星 学习更高深的机械科技了 一件事也是做 两件事也是做 宝石猫道 OKOK 石鱼点头 三人交流完 石鱼立刻出发 来到了永久传送阵这边 打算回一趟戒王星 世界术分身见到石鱼过来 问道 你要走了 刚才宝石猫和猫头鹰来此 他就知道 石鱼肯定不会久留了 舍不得吗 石鱼笑着道 世界术分身道 自作多情 看来 你是存够了资源了 石鱼在蓝星待了半年 所消耗的世界之力 比蓝星所有神级 半神加一起 对自然之力的消耗都多 得亏石鱼才是神级 不到超神 不然 世界术判断 蓝星绝对养不起同级的石鱼 这小子不是用 是存 自己当下用不完 还把抽取来的世界之力 存到其他地方 留着备用 直接把世界术整无语了 不过这样一来 石鱼就算离开蓝星 依然有着大量储备资源 也更方便了 当然 无语归无语 这点消耗 对于如今晋升高级星球的蓝星来说 九牛一毛 石鱼自己有这个能力取走 用于提升实力 蓝星也乐意见到 嗯 不过等会我还会回来 我和尹老师他们 要从蓝星出发 去寻找下 失落在宇宙各地的许愿星传承 先跟您说一下 你要去旅行 世界术一愣道 你确定 宇宙旅行可不比在界王星修炼 要危险得多 万一遭遇点宇宙灾害 那时有几条命都不够 放心 没事的 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石鱼道 说完就踏上了永久传送阵 打算去跟空地说下 等一下 最关键的 为什么是从蓝星出发 世界术脸色一黑 如果是在宇宙海旅行 从界王星出发 明显更合适 从蓝星出发的话 很显然 石鱼的目的地 不是宇宙海某一地 而是其他几个 坐于宇宙王座的 超级生物的地盘 石鱼 想要去其他宇宙帝王的地盘旅行 想到这里 他忽然有点紧张 妈呀 石鱼去界王星这种秩序 相对和平稳定的地方 都能招惹一堆强敌 要是去了敌对阵营的那边 世界术有点不敢想象 蓝星都高级了 竟然还留不住他 什么人啊 界王星 东皇界域 此时的东皇界域 已经欣欣向荣地发展了起来 玄空 东玄 天魔界域的玉寿师 移居到这边居住 显然是看中了 拥有永久传送阵的 东皇界域的未来发展潜力 当然 光靠三大界域的移民 以及蓝星的到来者 东皇界域的人 还是有点少 石鱼为了引进人口 选择了让小子 把体内的星辰大陆 搬出了身体 移到了界王星上 变成了东皇界域的 一个巨大的弧星岛 星辰大陆上的生命 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的世界 已经改天换地 等他们有能力走出星辰大陆 直接来到的 就是东皇界域了 到时候 会被石鱼留在星辰大陆的 四圣信仰 分身所接应 之所以让小子 把体内世界的生命 全部移出来 也是因为 小子现在有了战斗能力了 接下来可能会进行很多战斗 为了不影响到体内生命 还是让他们 搬离到界王星 更安全一些 除此之外 星辰大陆的修炼体系 是信仰之力 小子的体内世界 一直是给石鱼产出 四圣信仰之力 使用的一个重要来源 但是现在的话 石鱼已经获得了四圣一计 对于星辰大陆的 香火之力的需求 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这样一来 不如让星辰大陆的土著 加入到东皇界域 让他们为东皇界域的建设 添砖加瓦 相比其他地方来的子民 星辰大陆上的修炼者 才算是石鱼真正的嫡系 小子是他们的母亲 石鱼又是小子的契约者 这层关系 可不是其他地方的移民者 能比 空帝前辈 石帝前辈也在 来到界王星后 石鱼一路从东皇界域 来到了悬空界域 当他来到天空成神殿 拜访空帝前辈时 却发现石帝前辈 也已经出关 正和空帝商讨着什么 时空二帝看向石鱼 都能看出 石鱼似乎又强了一些 石鱼 你来的正是时候 空帝见到石鱼归来 道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好东西 正准备给你送去 什么好东西 石鱼一正 难不成是加快修炼速度的资源 空帝哈哈一笑道 没错 这段时间我凝聚了三块特殊改良的 十一级空间结晶 效果应该比冥想欲更好 你拿着修炼 应该可以更早达到神级巅峰 真的吗 石鱼喜出望外 道 多谢空帝前辈 正缺这种资源呢 不愧是空间系超神 这段时间 我也在东皇界域 建立了一处秘境 石鱼此时在旁 也微微一笑道 不过可惜了 不太适合你使用 但如果你有合适的推荐人选 他们都可以进入修炼 石鱼道 时间类秘境吗 对 一处内部时间流速 和外界不同的时间秘境 石鱼道 在里面苦修许久 外界也只是过去一瞬 不过限制条件是 只有神级之下 且有强大意志的人 才能在里面久留 自身蕴含稳定规则之力的神级 在秘境中 会与时间规则相互冲突 负荷较大 代不了多久 这个 是我给武栋 黄熙 龙青云等人建立的 为的就是让他们快点积累 神境之前的底蕴 这不就是帝都大学的时光秘境吗 帝都大学的时间秘境 只有霸主级之下才能进入 而石鱼建立这个 似乎超神之下都能进入 不 超神之上 应该也可以体验到这种感觉 石鱼记得 石鱼和蓝星五大超神大战时 就是处于与外界时间流速不同的时空 不过 那个应该需要石鱼本人维持 脱离石鱼本人维持的秘境 估计就没那个力量了 石鱼惋惜道 要是有能让神级稳定进入的 时间秘境就好了 现在里面睡个一百年再说 或许等我达到超神巅峰 花费一定时间 有机会建成吧 石鱼道 不过你这次过来 应该不是为了继续苦休的吧 而是另有其事 想要和王空商量 石鱼意外道 石鱼前辈 你不是不喜欢预知吗 并非预知 而是猜测 石鱼摇头 石鱼 你有什么事情吗 空帝也觉得 石鱼不像是没事 还来找自己的那种人 嘿嘿 石鱼看向了空帝前辈 道 空帝前辈 我打算和尹老师 图纳老师 一起去宇宙旅行一段时间 估计要个几年 少则几年 过来跟你们说一声 嗯 主要是为了给尹老师 去找齐心族的许愿星传承 听说七个凑齐 便是拥有了齐心族全族许愿之力 能凭许愿把超神级许愿挂呢 你这 空帝无言 现在蓝星 东黄发展得这么好 你还有心思出去浪 这要是他 肯定在蓝星闭关苦休个几百年再说 让他去吧 石帝道 他不会有事的 而且应该会有新的机缘 以他现在的能力 就算是那五个超神 都拿他没办法 整个宇宙 能对他造成威胁的 也没有多少了 还是石帝前辈看得长远 石鱼忍不住道 空帝微微一正 久久地沉默后 道 行 你现在的实力 的确也不弱了 空帝道 他在半神级 就开始在宇宙流浪了 现在石鱼近乎超神之下无敌 的确没理由阻止石鱼去闯荡一番 不过 每隔一段时间 尽可能回来报个平安 安全第一 不要招惹无法利敌的敌人 我们毕竟不在你身边 好 没问题 为了能尽快回来 我特意过来取点资源 能不能多来几块超神级宇宙结晶 给我当战舰能源 这样我们也能飞快一点 遇到宇宙灾害 脱离的成功率也更大 石鱼除了来跟长辈说一声 也是为了要航行资源 好说 现在咱们蓝星 一卖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空地大手一挥 豪气凌云 多谢暗杀星馈赠 果然 战争才是最赚钱的 数天后 蓝星 石鱼他们准备了一堆资源后 即将出发 庞大的星空战舰 停于雪原之上 石鱼 猫娘 猫头鹰娘 一一上舰 随后 石鱼 虫虫 餐宝宝 赤童 素素 小鸡 鸭鸭等宠兽 也是一个不落 和个流团一样 兴致勃勃 之前是蓝星一卖团舰 这次是石鱼全队外出团舰 看到这个战舰 我知道这次稳了 进入战舰后 猫头鹰嘖嘖撑其道 舰长超过千米 内部空间巨大 这是灵异完美 加四七 的机械之灵 配合新到手的极品机械材料 新升级的战舰 可以驱动超神级能源 除了速度快 安全性高 内部也是别有洞天 每个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境房间 那时石鱼黑黑一笑 出去旅行 他怎么会不做好准备呢 宇宙中 配置能超过岭的战舰 绝对不超过二十个好吧 阴阴阴 还能启程 石鱼就已经趴到了窗边 等待出发 难得一次宇宙旅行 石鱼自然把所有宠兽都放了出去 大家一起才更愉快 出发 过了许久后 内部传出石鱼等人的共同呼喊 冰原之上的巨大战舰 直接一闪而逝 消失在了蓝星 那个方向 是污染之地吧 世界树秘境 世界树望着离去的战舰 沉没了下 污染之地 深渊族的地盘 不 或者说 深渊族只是污染之地 众多种族中的一个 世界树道 母神 他们应该没问题吧 带着沧海精灵 净化心灵去污染之地 你觉得会没问题吗 蓝星中 传出若有若无的声音 让世界树一正 而且 正常人旅游 会在战舰上 插个海盗旗吗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说不定 等他们回来 还能带回把暗制帝王 推翻的捷报 他们都说母神大人 你是宇宙级转世 但我怎么感觉 这个食语 才是宇宙级转世 世界树道 第604章 前有狼后有虎 在浩渺的宇宙里 无边的虚空中 星球也只是其中一粒尘埃 白色的战舰在星空中狂奔 仿佛后面有恶犬在追咬 速度极快 如今成就完美机械神的领 驱动超神级宇宙结晶 在宇宙中的穿梭速度 已经可以超越 绝大部分超神级 用宝石猫的话来说 这 就是克金的力量 要知道 当初空地 他们寻找蓝星 都没舍得使用 超神宇宙结晶 如果当时用的是 超神宇宙结晶 外加可以驱动 超神能源的战舰 麒麟族天才 也不至于被 星空风暴卷起 但现在 为了食语能早点完事回家 为了食语能一路安全 蓝星一脉不敢省了 全部都上了最好的 不过 虽然速度不慢 但食语等人 还是经历了三个月 没见到一个人影的情况 外加上这边的环境 也没宇宙还好看 没过多久 除了领在努力开建 其他全员都已经是呼呼大睡 食语 宝石猫 猫头鹰 甚至食衣 以及餐宝宝自己 全都吃了修炼果实 在营养仓中 进入了睡眠状态修炼 等待到达目的地 当然 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睡觉 而是加点 睡觉 加点 睡觉的循环 餐宝宝到了完美神迹后 不凭宠兽对身体的反馈 已经让食语 可以凭极高难度 加点顶级品质神迹 眼下既然是来污染之地 那么食语这一路 自然就开始选择 速速的本源波动 和星海契约进行加点 就这样 行驶三个月后 领终于发现了 第一颗生命星球 这颗生命星球 等级竟然达到了终极 资源丰富度 世界之力强度 是之前遇到的星球 无法比较的 嗯 似乎可以在这里 补给一下资源 宝宝 醒醒 领呼唤了一下餐宝宝 营养仓中 餐宝宝揉了揉眼睛 迷迷糊糊醒来 依依 餐宝宝开口 干嘛 发现了一颗 终极生命星球 我们在这里休息半天 你去上面 进行下能源补充后 我们再继续前进 依依 餐宝宝表示 OK 去衣架 拿白大褂 准备出门 虽然他们带了不少资源 不过鬼知道 要在外边漂流多久 只要遇到不错的资源星球 就吸收一点世界之力在走 可以保证他们的可持续加点 等一下 领忽然叫停了披好衣服 准备出门的餐宝宝 怎么了 餐宝宝问 这颗星球 好像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此时 随着准备降临这颗星球 领观察后 忽然发现 这颗星球的状态 好像有些不太对 这是一颗和蓝星差不多 有海洋 大地 天空组成的生命星球 其中 海洋面积占据绝大多数 这里的陆地 比蓝星还少 只能称之为岛 零零散散地坐落在海洋上 然而 此时在林的扫描下 他发现 这颗星辰的海洋 大部分都是被染上了黑色 深渊之力 这颗星球 可能是深渊势力的底盘 要不然 便是被深渊入侵的星球 和当初的蓝星一样 看来得给你找个搭档才行 领说完 又唤醒起素素 片刻 残宝宝和素素 都被领拉来了观察室 透过屏幕 看着这颗星球内部的环境 太过分了 带着王冠的星海精灵王 看着被污染的星球 眼神中充满了怒火 不可饶恕 残宝宝道 就是就是 先让素素净化一下这颗星球 他再抽世界之力吧 要不然抽过来的 全是被污染的世界之力 素素 你先上 残宝宝道 我垫后 我也是这个打算 林显献出身影 化为虚幻的机械剑娘 站在残宝宝和素素中间 道 素素净化深渊海 因为有着星海契约 并不会消耗力量 所以 先帮这颗星球净化下吧 这颗终极星球 应该没有超神级的存在 所以不用担心什么 我们三个直接冲过去就好了 不过稳妥起见 给我十分钟 我派出探索机器人 先进入星球 再侦查一遍 领道 这种小事 也没必要打脚石 与他们睡觉修炼了 领爵得靠自己 参宝宝 素素就可以解决 片刻 一个近乎无形的魔方小机器人 脱离战舰 率先飞向这颗星辰 大约十分钟后 领派出的侦查机器人 就带来了足够多的 关于这颗星球的情报 名称 天水星等级 终极星球 介绍 一颗年龄为20亿年的自然星球 一百万年前 一团溢水撞入这里 星球诞生自主意识 进化为低级星球生命 由于内部环境 最先进化出大量水元素生命 水系生物 之后 星球一直自身化为海神 并创造了七大海兽 一起管理天水星 就这样 天水星在海神和七大海兽的管理下 开始进行其缓慢的进化 直至如今 天水星已经进化成为 终极星球生命 然而 好景不长 两年前 一支深渊军团降临 试图占领天水星 双方展开了大战 天水星不敌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就全面溃败 七大海兽全部沦为深渊兽 天水星意志的化身海之神 也被污染束缚 当天水星意志彻底被深渊化 天水星将被改造为深渊星 成为深渊族的领地 而攻占天水星的深渊军团 隶属深渊超神 比诺斯麾下 军团最高指挥为 比诺斯麾下九大顶级深渊神之一 血绒元希那 此时此刻 天水星内部 犹如暴龙 拥有血月一般的 鲜红翅膀的血绒元希那 在成千上万的深渊生命的簇拥下 一步一步走向前方 被封印在深渊祭坛上的 天水星意志 这是一个身高不足一米 外形如一只水蓝色的气球 有着淡蓝色的眼睛的小精灵 作为海洋类星球的化身 它的身躯本应纯净 不过此时却已经沾染上了 无数深渊痕迹 意志不断被侵蚀 星球意志 不要再做徒劳的反抗了 进入深渊的怀抱 对你来说没有坏处 到时候 你将获得进化 向更高领域的机会 血绒元希那 注视着天水星意志 对方这样抵抗污染 只会让他们在天水星 浪费太多时间 比诺斯大人正准备进攻宇宙海 已经召集各方属下 作为对方大将之一 希那已经无法在这里 浪费太多时间 做梦 天水星意志无法接受 因为她明白 当投入深渊 自己就已经不是自己了 战争期间 她可以清晰听到 那些被自己创造出来 又被深渊化的海兽们的哀鸣 即使是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进化为了更强的种族 表面上凶恶 强大万分 内心还是一直在传出哀鸣 如果自己也沉入深渊 那么他们就彻底 没有了被进化的可能 天水星上 那些依然抵抗深渊入侵的生命 也算是没有了任何希望 是吗 难道你真的以为 你能不反抗我们 血绒元希那道 战争之所以持续这么久 并不是因为 天水星有多强 而是深渊军团中 出现了叛徒 给你们提供了 净化深渊之力的方法 他恶狠狠地扫向了 这批深渊军团的精锐 如果让我知晓 那个叛徒是谁 我一定会让他获得新生 这次解决了 这个星球意志后 接下来便是你 天水星意志 微微沉默 这一年间 的确有人在暗中 帮助天水星 只不过 他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他的目光 看向众多深渊士兵 深渊军团的 深渊御寿师们 所在之地 一群神级御寿师中 一个身边站着 一只深渊海蛇的 黑袍女子 表情平静 深深呼了口气 她就是血绒元口中的叛徒 她叫乐灵 虽是深渊军团的一员 但的确是 她一直在暗中 帮助天水星 希望不被发现吧 所谓的获得新生 就是把全部理智 奉献给深渊 那个时候 就会化为 无情的战斗机器 没有心灵的魔兽 已经不只是 被深渊影响 意志那么简单了 只不过最可惜的是 她帮了天水星这么久 这颗星辰 最终还是沦陷了 就在今日 深渊军团 要启动超神污染源 对星球意志 进行最后污染 已经不想 在此地拖太久 星球意志 血绒元希娜 取出一份 深渊超神赐语的 超神污染源 看向了天水星意志 道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主动接受深渊 最好不要让我动用这个 她还是希望 天水星化为 如果被超神污染源污染 她可不敢保证 天水星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来你是不死星了 你还以为 现在还会有人能帮你吗 哈哈 你大可看看 她敢不敢现身 血绒元大笑 然而下一刻 天空一变 天水星意志 血绒元希娜 卧底欲寿失热灵 还有一众深渊生命 都猛然看向了天空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覆盖整个星球的雨云 就突然凝聚 笼罩全球的大雨开始降临 无数净化水滴 从天而降 血绒元希娜呆呆呆地 看着这一幕 天水星意志也有些茫然 然后看向了血绒元希娜 你这是 什么奇怪的请求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是好像 有人来帮天水星了 好强的净化之力 是一直暗中帮助天水星那个人吗 这些雨滴落到了深渊之海上 深渊之力 顷刻被净化 落到深渊海兽身上 他们被深渊影响的心智 也是即刻恢复清明 而深渊之力 已经深入心灵的深渊生命 遭遇着水滴 则像碰到滚烫的开水一般 被强力消毒灭君 只是瞬间 庞大的净化之雨 便让深渊军团乱成一锅粥 看到这一幕 血绒元希娜直接震惊 惊疑不定 下一刻 就不允许他有过多想法了 强烈的净化之雨 竟然让达到顶级神层次的他 都感受到了一些影响 啊 这些净化之雨 仿佛有自我意识一般 有针对性的净化 血绒元希娜遭遇的净化之雨 效果格外强烈 根本无法抵挡 几滴落下后 便像有一整个星海 压在他的身上 让他匍匐下来 在地上不断翻滚 痛苦不已 身上冒出白烟 这 此时此刻 卧底在深渊军团的御寿师勒灵 十分吃惊 根本不知道 眼下是怎么回事 除了自己 天水星还有帮手 猛然间 他倒是想到了什么 他听说 最近宇宙海环保协会 对污染之地有大动作 难不成 是这个被入侵的偏僻星辰 被宇宙海环保协会的净化师发现了 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环保协会的净化师会 来到如此偏僻的地方 不去主战场 但是 勒灵心中欣喜不已 这样一来 起码这颗星辰有救了 净化之雨 被封印污染的天水星一致 也发现了整个星球都在被净化 不由得十分吃惊 得有何等力量 才能一瞬间释放净化整个星球的技能 而且 就连强大如血绒猿 此时都被净化之雨压制地在地上打滚 是环保协会吗 虽然是乡下的星球 但是这一年 天水星意志 也了解了不少宇宙势力划分 知晓着深渊军团 也有他们的敌人 现在来看 他的坚持 果然是对的 如果没有这些坚持 也不可能等到援兵到来 轰隆 净化之雨落下不久后 天空震荡 一艘巨大的白色战舰 出现在了天空 可恶 血绒猿和无数深渊生命咆哮时 天水星意志和乐灵七代 振奋地看向了战舰 纯白 无瑕的颜色 然而很快 他们欣喜的表情 戛然而止 巨大的白色战舰上 密密麻麻插满了黑色海盗旗 每个海盗旗上 都有着看起来十分恐怖邪恶的骷髅头 以及标语 纪元海盗团 遇到我们 请不要反抗 我们只会掠夺一点星球 可承受范围内的世界之力 天水星意志 他微微张大嘴巴 大脑有点晕眩 原本欣喜的心情 啪 没了 海 海盗 不是环保协会的援军 而是海盗 在天水星意志的印象中 暗王军团 宇宙海盗 都是坏人 虽然对方的标语上写着 只会掠夺一点星球 可承受范围内的世界之力 可是 天水星意志 怎么可能相信一个强盗组织说的话 一个是被污染侵蚀成深渊星 一个是星球之力被抽光 成为死星 无论哪个 天水星意志 也有点接受不了 只感觉 前有狼后有虎 这个世界没有爱了 宇宙太危险 它就不应该进化出意识 啊 天水星意志也心态崩了 水汪汪的大眼看着海盗旗 泪绝无碍 我去 而旁边的月灵 也是一脸震惊 没想到 降临天水星的 不是什么环保协会的舰队 而是一个星空海盗组织 开什么玩笑 此时 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深渊军团的血容源 区区海盗 在污染之地 也有许多星空海盗 这些星空海盗 多数都是迫不得已成为海盗的 暗王军团一直致力于 将生命星球污染成几方领地 扩大暗王军团的势力 而一些不愿意被污染 却有无法反抗的星球生命 就会逃离自己的星球 在星空中做一个宇宙海盗 自由自在 因此 在绝大多数暗王军团眼中 这些海盗 就是杂牌军 根本不成气候 可是现在 突然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海盗团 把他们瞬间压制 这无论怎么想 都是十分屈辱 且难以理解的事情 区区暗王军团 一群渣子 给我消失 速速从战舰中飞出 漂浮在战舰之上 望着底下的黑色海洋 他的出现 再次让这些人一愣 因为 速速的形象 就是一个史莱姆王 谁也没想到 从这个海盗战舰中 会走出一个史莱姆 不过有一说一 此时速速带着的恋心王军 呈黑蓝色 倒是的确挺像海贼帽 当然 最主要的是 速速那嚣张的话 让一群深渊生命震惊 这个海盗团 明明知道他们的来历 还如此大胆 这是想死吗 进化 出来之后 速速都没有正眼看那些深渊生命一眼 自顾自的进化着 再不进化进化 这颗星球就没法要了 通过被时宇不久前 加点到完美的新海契约 和本源波动 当下诉诉一个念头 本源波动 笼罩整个深渊军团 哄 本源波动散去 下方的顶级深渊神 身上的污染之力 瞬间成为了害死他的根源 让他在不明不白中 被洗去存在痕迹 啊 强大的深渊神 在天水星一致 勒灵震害的表情下 被进化为灰烬 直接被秒杀 这种情况 在每个深渊军团的士兵身上 都有发生 他们都是瞬间被进化成灰烬 无力抵抗 作为卧底的勒灵健壮 差点吓哭 他的宠兽 也差点吓哭 因为本源波动 已经接触到他了 等一下 我们是好人 是良明 别杀 那是一条巨大的深渊海蛇 勒灵迅速看向他 让勒灵松了一口气的士 虽然他身上的深渊力量 正在被进化 但却没有像其他深渊生命一样 连身躯都被进化成飞灰 彻底死亡 他 还有他的深渊兽 好像没有受到全部影响 短短片刻 整个天水星上的深渊军团 便被战力全开的素素消灭干净 宁 而此时 素素也注意到了下方的天水星意志 和唯独没有被消灭的 两个深渊军团士兵 他的本源波动判定方法是 身上有深渊力量 且有向往深渊的星 才会被消灭 如果只是被深渊之力污染 却和鸭鸭一样 可以抵抗深渊之力 向往纯净 那便只进化身上的深渊之力 却不被消灭 素素没想到 深渊军团中 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存在 战舰缓缓落下 天水星意志 此时也脱离了污染 被进化干净 面对此情此景 天水星意志 本应该感谢 但是 看到这个海盗团的标语 他心里却是惊慌更大 呜呜呜 被消灭一个 来了个更可怕的 救命 一 战舰落下后 战舰的大门打开 穿着研究服的餐宝宝 从上面走出 看到从这个海盗团 先是出来一个史莱姆 后是出来一颗人参后 天水星意志和勒灵 逐渐开始 有点搞不懂 这个海盗团的配置 星球意志也在 参宝宝发现 天水星意志后 微微意外 他站在战舰上 开口道 我们好像刚刚帮你 解决了一场大麻烦 既然如此 取走一点酬劳 不过分吧 一放心 不会多取的 不过分不过分 只要 留下的世界之力 足够世界运转 就可以了 天水星意志 见到素素和参宝宝 凶神恶煞 此时也不敢多说什么 一 参宝宝很满意 当场就在天水星意志 吃惊的表情下 发动了世界之恩 强行掠夺 抽取天水星的世界之力 灌入自己的天地顶 真的能掠夺 天水星意志 正感觉自己的力量 源源不断被抽出 凶 而此时 素素则是看向了 乐灵和他的深渊海蛇 此时 乐灵也是一点沉默 从未见过这样的宇宙海盗 竟然以掠夺世界之力 为主要目标 要知道 宇宙中 最著名的 能掠夺世界之力的种族 便是宇宙巨兽 除此之外 很少有种族 能如此轻松地掠夺世界之力 但是看这个研究餐的样子 却轻松做到了 再加上这个史莱姆可怕的能力 竟然能一瞬间秒杀整个深渊军团 净化整个星球 乐灵只感觉 遇到了什么可怕的存在 污染之地 竟然有这么强的海盗团吗 你们不错 然而 别于乐灵想象的是 这个覆灭了整个深渊军团的史莱姆王 只是夸奖了他们一句 便直接返回战舰 等 等一下 乐灵连忙大喊 噓 天水星意志飞到这边 看到这两个人没被净化掉 他猜测 这个人类预售师 就是一直在帮助天水星的人 他可以感觉到 对方和其他深渊士兵的不同 你也想被抢吗 让我一个星承受就好了 星球意志到 第605章 穷凶恶极的石与海贼团 乐灵无语地看着天水星意志 好人 就是你一直在 暗中帮助天水星的吧 我刚刚看到了 刚才的净化之语 对你们基本无效 天水星意志到 乐灵道 不用感谢我 我现在只想知道 深渊军团被灭了 我该怎么离开这颗星球 他心塞 速速回去了 外边只剩下了餐宝宝 坐在天地顶上 抽着世界之力 没叫住速速 他选择了问向餐宝宝 这位大人 请问你们 真的是宇宙海盗吗 能不能让我加入你们 乐灵心脏 砰砰砰直跳 现在深渊军团已经覆灭 就算他们的飞船 流了下来 不会驾驶飞船的他 也根本不知道 怎么离开这颗星球 他可不想一直待在这颗星球 这只深渊军团被灭 接下来肯定会有 其他深渊军团来此探查 不能久留 咦 你谁 餐宝宝不解地看着这个速速 流了下来 没有消灭的预售师组合 一个穿着黑袍 留有黑色丹马尾的女子 眼睛水灵灵的 看起来还算漂亮 身材也不错 但应该不是食于喜欢的类型 不行 餐宝宝直接拒绝道 嗯 对了 你怎么没有被消灭掉啊 刚才的进化之力 对你好像无效 餐宝宝好奇问 乐灵苦笑道 我叫乐灵 我没受到影响 可能因为 我的心不在深渊足吧 他看向了被净化的光秃秃的深渊海蛇 微微沉吟下 又召唤出一个图阵 下一刻 一只有着触角 全身呈水蓝色的水系小精灵出现 乐灵被召唤出来后 小精灵立刻飞向女子怀中 海洋信仰 净化精灵 餐宝宝微微一正 立刻发现了这只小精灵 和沧海精灵阶段的速速非常像 我是为了推翻深渊军团 才加入进去的 乐灵开口 好人 天水心意之泪目 不过 刚感动没多久 天水心意之表情一愣 喂 战舰上 忽然又多出一个人影 那是一个猫儿 猫儿 穿着清凉的猫娘 她火热的目光 正盯着乐灵的胸前 道 小丫头 你好像带了什么珍贵的宝物啊 能不能拿出来 给我看看 天水心意之震惊 埋怨地看着乐灵 她就说 不要招惹这群海盗 看吧 本来就我一个被抢 现在连你也要被抢了 宝石猫此时虽然刚刚睡醒 但是却精神无比 她是自己醒的 是感知到了许愿心传承才醒来的 真是幸运 不愧是你 宝石猫娘心中暗暗到 然后看向了这个素素留下的女子 感觉许愿心传承就在对方身上 乐灵捂住胸口 看着纪元海盗团新出现的成员 表情微微一变 乖孩子 别害怕 你身上是不是带着一个特殊的东西 蕴含很强院里的东西 把那个 给姐姐看看好不好 我 乐灵后退一步 不解眼前的猫娘 为什么知晓她 带着什么宝物 不对 按理说 那个应该不算宝物啊 至少带了这么多年 她都没发现 那个像坠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此时 面对穷凶恶极的海盗团 乐灵感觉也无法隐瞒 反抗什么 便僵硬地从胸前 把一个镶嵌圆形蓝宝石的 像坠一样的事物 取了出来 道 是 是这个吗 咪咪咪 宝石猫娘一个瞬间一动 顺一来到了乐灵的面前 道 不错不错 就是这个 这个你是哪里来的 眼前这个东西 正是使与他们 此行要过来寻找的 许愿星传承之一 现在明明还不到 那只猫头鹰 预言到的目的地 却直接出现在了眼前 宝石猫一阵惊喜 直接把大功劳 推到了岭身上 这个运气 绝了 这个 是我们家族的传承宝物 据说 带着它 就能心想事成 愿望成真 话虽如此 但是 它看上去 就是一个凡物 这个可不是凡物 只是你们不会用 抱舔天物了 把它给我吧 宝石猫道 可以吗 用交易的也行 你想要什么 要不然 满足你一个愿望也行 乐灵和天水星意志 此时有点吃惊 不明白为什么这只猫 如此好说话 它们还以为 对方会直接来抢宝物 结果 是要交易 啊这 天水星意志不解了 看向了强盗一般的餐宝宝 所以 为什么在这个人类 这边是交易 到了它这里 却是直接掠夺 咦 帮你进化深渊之力 不算交易啊 残宝宝仿佛感受到了 天水星意志在想什么 瞪了它一眼 天水星意志一愣 也对 救命之恩 比什么都大 残宝宝叹气 感觉这个星球 一直不太聪明的样子 应该是星生星球吧 它用世界之恩 掠夺出来的奶量 也不是很多的样子 不过有胜于无 这个 面对宝石猫的请求 玉兽师乐灵 表现出了很沉默的样子 仿佛对这个象坠恋恋不舍 一个没法用的象坠有什么好纠结的 猫猫疾破 我拿好吃好用的修炼果实 跟你换怎么样 残宝宝 可恶 你直接说 让我付钱得了呗 这位大人 我是飞蓝星域的神月星的 一名玉兽师 二十年前 我的星球遭遇了暗王军团的入侵 我的家族 也仅剩下我一个人 这个东西 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了 乐灵道 啊 宝石猫一正 你别给我搞这套 我可以把这个送给大人 不过 如果可以的话 我能请求你们 把我带到宇宙海吗 他道 只有这个要求 宝石猫一愣 嗯 乐灵点了点头 你想去宇宙海 去那里干嘛 宝石猫问 我 我想去加入环保协会 乐灵道 星球被入侵后 我成功逃了出来 然后 我便一直想办法 如何能解救我的星球 后来 我得知了宇宙海环保协会 一直在与暗王军团作战 所以 我便想加入这个组织 不过 因为没有星际远航能力 我想独自前往宇宙海 几乎不可能 所以我在十年前 又选择了加入到暗王军团 等待时机 当然 我只是假装加入到了暗王军团 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 在深渊军团期间 他们入侵其他星球 我都是想办法帮助 被入侵的星球 只不过可惜 对结局影响不大 乐灵声声叹了口气 暗王军团的实力 远不是被入侵的小星球 可以比拟 如果环保协会 和暗王军团是对手 那么我加入到暗王军团 便迟早可以 和他们碰面 到时候 说不定还能提供给他们 一些重要的情报 原本这一次 我以为是遇到了 环保协会的人 结果没想到 乐灵苦笑 结果是海盗 就离谱 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也很幸运了 宝石猫道 环保协会啊 巧了 虽然我们是海盗 但谁说海盗 不能是环保协会成员了 不过可惜 接下来他们还有事 可能没空 带着这个家伙乱跑 妈 林 你能教会他开飞船 让他自己前往界王星吗 暗王军团 应该有留下飞船吧 宝石猫问向战舰林 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 甚至我可以 留下一个机械助手 只不过 以他的实力 以深渊军团留下的战舰 作为一个新人 他想独自前往宇宙海 难如登天 此时 在天水新意志 和乐林意外的表情下 战舰之灵出现 剑娘领 向着宝石猫走来道 尹老师 这个是真货吗 货真价实 宝石猫赢兴兴奋无比 这样一来 就三个传承物了 这个乐林不会用 觉得他跟凡物没区别 那是因为 没有那个资质 接受其心族力量 嗯 如果是他 融合了这个许愿星传承后 实力差不多 应该可以达到顶级神了吧 不错不错 这是在他没有什么苦修的情况下 单纯靠资源 飞速提升的实力 果然 想升级 还是用资源更快 你刚才说 你的家乡是飞兰星域的神月星 灵问道 嗯 乐林点头 道 神乐星的位置 已经很接近宇宙海了 处于污染之地的边缘 飞兰星域 领具现化出一个星图 对着月灵道 你看看 飞兰星域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 就是那里 看到领具现化出来的星图 乐林眼睛微红 道 现在飞兰星域中 九颗生命星辰 都已经被攻占 被污染成为了深渊星 嗯 领看着星图 道 你确定 飞兰星域 已经全部沦为深渊领地了吗 没有错 占领那边的最强深渊族 是谁 超神级设深渊生命 比诺斯 乐林道 我加入的这支军团 就是隶属比诺斯麾下 对方实力很强 是超脱两次的深渊怪物 据说 目前比诺斯正准备联合另外九个暗王军团超神 对宇宙海发动新一轮进攻 扩大污染之地 乐林道 领陷入了沉思 怎么了 宝石猫娘看到领陈思 问道 十个超神啊 还挺多 我们要去的地方 就在这个飞兰星域 领道 呃 宝石猫猛然也想了起来什么 是哦 这个乐林来自飞兰星域 许愿星传承 是他从飞兰星域中的星球带出来的 那么 原本预知到的位置 应该就是飞兰星域了 现在 虽然许愿星传承提前找到了 不用过去寻找了 但是蛙神遗迹所在 却也是那边 如果石鱼想去挖神遗迹看看 还是不得不前往飞兰星域 而这个地方 却是深渊超神的临时军事驻扎地 估计不好近 要不然 我们把他送去借王星 然后再做打算吧 宝石猫见一道 到时候 和环保协会一起杀回来 再去飞兰星域 或许会更安全一点 这片地狱的许愿星传承找到了 挖神遗迹 应该不用那么急了吧 不 我们直接去飞兰星域吧 此时 战舰上 又出现一道身影 他穿着红白色的战斗服 面带微笑 头顶上 星海精灵素素 安静地趴在上面 啊 宝石猫脸色一苦 石鱼啊 石鱼 正好有事情 找深渊族的超神 石鱼趴在栏杆上 到 超脱二 还可以接受 一 挖神遗迹 二 超神意志 三 战功可以换极品星辰 给宠兽们练星 四 超脱之园 我们去解放飞兰星域 灭了那个深渊超神 从飞兰星域那条路 直接返回宇宙海 也顺便 算是为了 酬谢这个小姑娘 送的礼物了 石鱼微笑 银老师 你不会怕了吧 我怕什么 银滴滴咕咕 反正打架的不是她 她就是辅助 好吧 我猜也是这样 领看向了乐灵道 多谢你的愿力 向坠了 作为报酬 我们会尝试 帮你解放你的家园 哦对了 刚才说话的那位 是我们海盗团的船长 这艘战舰上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得听她的命令 此时 乐灵一脸呆滞 灭 灭了深渊超神 解封飞兰星域 她看着石鱼 十分震惊 到底是什么 穷凶恶极的海盗团 才能随随便便 说去灭了一个深渊超神 她到底 遇到了什么怪物组织 好 坏